继续来看 34年前香港星界发现了一具男尸 警方扩大侦办抽丝剥茧之下 确定了一名马来西亚的男子涉嫌犯案 可是案情却越查越复杂 甚至牵扯到了当时香港叱咤风云的知名企业 TVBS独家跟最暗争气频道独家合作 回顾这起至今仍然被称为悬案的杀人事件 1983年7月19号 香港星界一处香蕉园里 发现了一具年轻男尸 警方发现男子脖子上缠了一条带子 并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枚马币 警察发现死者是一名马来西亚人 贾利·易普拉辛 34岁的银行家 受过于当地最大银行 对数字很有概念的他 被外派到香港子公司 审核放款账目 也让贾利成为一名知道太多的银行家 他在贾利成为一名知道太多的银行家 那间特定的公司 就是曾经称霸香港的嘉宁集团 随着业务扩展 嘉宁的财务状况开始不稳 甚至宣布有清算危机 贾利发现如果放款给嘉宁集团 很可能是一件扯后腿的事 因此他强烈建议公司 千万不要轻易贷款给嘉宁 贾利在发现嘉宁问题后 写下了这封信 一个月后遭到杀身之祸 集方巡线调查找到了疑似凶手 一名同为马来西亚人的男子 麦封堂 麦封堂在整个征询过程中 证词不断反复 警方认为 麦封堂只是一枚棋子 甚至可能受到威胁 这件案子背后牵扯的范围太大 似乎超出了当时警方能力所及 在审判进行到第40天时 法院匆匆判出了麦封堂有罪 因处以死刑的决定 当然嘉宁集团也因此受到调查 最后留下庞大债务后倒闭 但是当初到底是谁下的灭口令 嘉宁悬案至今还有许多未解之处 到底是谁杀了贾力 永远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一大清早小朋友 换上制服准备上课 但是他们的学校很特别 熟练地打开铁门进到所谓的教室 才发现这里居然是别人家的墓地 棺木就在隔壁 但墙上却是贴满了教材 而孩子们就在这里上课 小朋友天真的唱唱跳跳 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他们从小就以墓园为家 他们是在这里的墓园 他们在这里的墓园 这个学校是只有他们的墓园 像是这位婆婆的家 横跨了三个墓地 很简陋但确实该有的都有 还偷接了电线 水电都不缺 就这样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白天就帮墓园打扫环境 晚上睡在这里 丝毫不忌讳死亡 因为对他们来说 光是生存就够困难了 哪里才是他们的家 选项并不多 不是墓园 就是贫民窟 不想去脏乱的贫民窟 才选择住在墓地里 人群越聚越多 俨然变成了一个小社区 他们平常不只帮忙维护环境 还找到了赚钱的方法 帮家属捡股 挖坟墓 因为这里规定 每个墓地只能租用五年 期限一到 家属若不再续约 就得让出空间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 来清空墓地 每挖一座坟墓 就能赚取五百批所的薪水 长期下来早就对死亡无感 对他们来说 人比鬼更可怕 我们不喜欢他们住在这里 不因为我们在这里 因为他们不正确 这些居民无处可去 政府部门要赶人也不是 警告也没有用 这三百户家庭依旧在这里 和死亡共存 照一线生机 一般人到国外留学 想到的应该都是欧美国家吧 不过随着东协热潮兴起 很多学生开始把东南亚国家 列入考虑 像是今年就有一些大学生 到越南中部的县港念学位 学校以双语授课 学生既能够念好英文 还能够多学越南文 毕业之后还能够进入 当地的国际企业实习 学生走进教室 用越南文互相打招呼 他们都是来越南留学的台湾学生 看起来跟英文字母很像的越南文 上面的小符号不能马虎 先教基本的问候语 再来是大家最有兴趣的越南美食 牛肉和粉跟法国面包 是很多人对越南的印象 但这些学生眼中的越南 是有着无限潜力的未来 大家可能想要去外国留学 可能欧洲或者是美国那些的 然后说你怎么会选越南 然后我是因为想说 因为越南有语 是小于众 然后台湾真的很少有这种人才 来自台湾的大学生Ruby 现在在越南念大一 另外这位新著名二代Harry 统策后已经有大学可念 却决定到妈妈的故乡 开拓自己的道路 刚好我妈妈也是越南人 所以加上我也很想要去留学 但是留学的经费非常庞大 如果去美国 然后林教授就说 如果去卫星大学 其实学费跟台湾市立大学学费 是一样的 所以非常吸引我 所以我回家就问我妈妈可不可以去 顺便学好我妈妈那边的沐浴 他主修资讯工程 正是越南的抢手系所 除了必修的越南文 专业科目全部以英文授课 来县港维新大学上课的台湾学生 不管是主修哪一个科目 都一定要学越南文 另外上课也是以全英语授课 等于是一次学习两种语言 另外学校也提供了优质的宿舍 像是这间标准的双人房 有独立卫浴 有小冰箱 而且空间非常宽广 小小的储藏柜上堆满台湾带来的泡面 熟悉的味道是在陌生国度 想家时的味界 不过Ruby跟室友Tina说 他们其实没太多时间想家 除了要适应双语环境 还要努力争取到国际企业实习的机会 学校推出完善的建教合作方案 大二以上的学生 还能到美国卡内吉美伦 宾州大学等校 取得双学分或学位 希望吸引多元的学生族群 打造熟悉两国环境 及语言的人才库 目前越南到台湾 修读学位的学生 每年超过三千人 但正是在越南就学的台湾人 却只有少少个位数 跟我一样高中同学 听到我妈妈是越南人 都会这么说 这种乡下地方很落后 然后感觉这边教育不是很发达 可是我每年都要随着我妈妈 回去我的故乡 其实他们那边发展很快 像是最近几年 胡志明市就要盖捷运了 跟日本和之一起盖 我觉得越南不是一种落后的地方 我觉得他们教育也是非常的好 哈利道出台湾人普遍的刻板印象 但其实越南近年来 大量吸引外资和人才 不管是在经济表现或教育文化 都大幅跃进中 他期待分享自己不一样的留学经验 让更多人跟进 以教育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TVB新闻 洪荣斌朱芳怡 在越南的采访报道 当泰国观光的人数 今年渴望达到3500万人 观光业已经成为泰国 最重要的收入之一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泰国旅游呢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政府策略 打嘟嘟车 爬爬灶 没错 这里是台湾人 很熟悉的国度 泰国 便宜奢华的旅馆 超级亲切的服务 来到泰国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 不必花很多钱 就可以办得到 泰国的古迹 妙语对西方人来说 有致命的吸引力 更别说这些街头小吃 还有沙滩美景了 光是去年2016年 泰国就吸引了3000万游客造访 今年渴望达到3500万 带来500亿美元的商机 我必须说 现在的目标 并不是双方的数量 但是资金增加 资金增加 资金来自游客 必须增加 必须增加 因为我们现在 一个国家的经济 这是我们的目标 数字不再是唯一目标 品质更重要 不只是接受有钱的观光课 也要让小资游客充分认识泰国 美食是旅行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这里是专门培育美食相关工作人员的学校 学生到这里学烹饪 在餐厅实习 可以拿到文凭 这是泰国观光产业的一环 产观学 环环相扣 毕业生据说八成五都可以顺利就业 曼谷知名的五星级饭店很多 竞争激烈 想要杀出重围 得花更多心思 像是这家老牌的五星级饭店 现在在八个国家有29间饭店 计划未来几年要扩张到20个国家 59家饭店 不只是当地的饭店品牌 国际饭店更是纷纷加入战局 现在客人要的不只是奢华而已 想要客人把钱掏出来没那么容易 现在泰国观光业正在开发一种新的客群 商务会展旅客是另外一种高端市场 大家来这里参展开会 商务旅行 目前商务人数只占泰国观光人口的5% 但他们花的钱是一般游客的三到四倍 从曼谷到清迈只要一个小时 而且有超多廉价航空可以选择 他们要分散观光客 这也是泰国的策略之一 这里是大象自然公园 创办人从各地拯救了超过200只大象 在这里他们可以安全自由地行走 当然也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 清迈或许是泰国新观光策略的最好象征 追求值而不是量 这一家精品旅馆规模不大 但超级精致 很多人一来就爱上了它 不管是要奢华还是要廉价 这也是泰国观光客不断成长的原因 TB编析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德州休士顿有一辆菲律宾特色餐车 老板不仅推出菲律宾口味的美式汉堡 还有淋上他们独门酱汁的鸡肉饭跟薯条 让上门的顾客赞不绝口 面包跟肉放上新鲜的番茄 再加上香蕉番茄酱搭配香肠 最上面还要一颗荷包蛋 细心一压 起司缓缓流出 这是美国德州休士顿 一间菲律宾食物餐车 招牌菜就是汉堡 我们有我们家里面的鸡肉饭 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鸡肉饭 牛肉好吃的秘诀就是轻压后 倒上黄色香料 用铲子轻压出几条线 再淋上独门酱汁 它很瘋独门 它很美味 它很柔軟 它很脆 餐车外满满人潮 大家都是为了菲律宾这个好味道 老板是菲律宾人 他们想要用家乡的文化 结合美国当地的食物 才想出汉堡这个点子 没想到开幕当天 竟然有一百多个人来排队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汉堡之外 他们一天可以卖出 五百四十四公斤的薯条 招牌的饭盒 鸡肉 更是让人赞不绝口 把鸡肉倒在充满起司的饭盒里 淋上辣酱 香蕉番茄酱 最后撒上香菜 让人看了十举大动 这就是我们的老板和老板的饭盒 我们的祖母的饭盒 我们已经吃了一口腿的饭盒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一口腿的饭盒 所以我们就切了一些脂肪 轻轻地煮盒 现在菜单有更多选择 包含菲律宾最有名的春卷 小小的菲律宾餐车 充满浓浓的家乡味 在食物之外 老板还喜欢在餐车旁大唱卡拉OK 有时客人也会像去高歌一曲 老板们卖吃的 加上随性的在地文化 让这些菲律宾美食 有着另类风情 跟不一样的吸引力 另外在美国费城 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海鲜餐厅 牡蠣蛋菜跟螃蟹料理 则是美味到让不少人慕名而来 市集里人来人往 整个街道水泄不通 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海鲜而来 大只长脚螃蟹 大颗蛤蜊 任挑任选 他们口中的美味 就在美国费城九街上的海鲜餐厅 戴上手套 简单挖出牡蠣 再放到炉子上干煎 淋上奶油酱汁跟菠菜 撒上一些面包块 靠奶油酱汁带出牡蠣的甘甜 这道菜就叫做洛克肥牡蠣 除此之外 炉上正在大火翻炒的 就是新鲜蛋菜 炒到半熟后 一大瓢刚熬好的高汤 加进平底锅里提味 在豪迈撒下巴西里 面煮好后 淡菜意大利面就可以上桌了 然后这个肚子 非常棒 我认为洛克肥牡蠣 跟新鲜蛋 这些好料其实来自 意大利移民的好厨艺 食谱带带相传 这间海鲜餐厅 已经传到第五代 回说到1885年 当时有许多意大利人 带着美国梦移民到费城 在这条街上开了面包店 甜点店 附近还有一个鱼市场 渐渐的这个社区 聚集许多意大利移民 每周他们都来到这里 寻找家乡味 现在每到周末来自各个地方的 韬客们会特地来这个意大利市集 寻找各式好料 大蛋美食 但其实同样的食物 每个人吃起来感受都不同 有些人对于酸甜苦辣 味觉特别的敏锐 这种人又称作味觉敏感者 在美国德州 就有一间实验餐厅 吃饭之前 会先让大家测试味觉的程度 再依据每个人的感受 以及喜好 特制他们喜欢的餐点 吃饭之前竟然要先完成 桌上这张相烤卷的试纸 接着才能品尝 主厨量身定做的料理 美国德州这一间实验餐厅 用餐前所有人都要先尝一尝 眼前的试纸 确定自己是属于舌头灵灵 还是迟钝的人 接着主厨会依据每位客人 对哪些味道比较敏感 还有特殊喜好 一一调整餐点 其实每个人吃东西 就算是同样食物 吃进嘴里感受到的味道 却有所不同 美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属于味觉敏感者 而且女性比例多于男性 这些人通常感觉到 食物的酸甜苦辣 会比一般人更明显 也更强烈 每个人的舌头上 都分布着数量不同的味蕾 但是味觉敏感者的味蕾 通常是一般人的两倍多 因此如果好奇 是否属于味觉敏感者 不妨来研究看看自己的舌头 好 亲爱的 你有一小小的味蕾 在舌头上涂上使用色素 在观察上头的味蕾分布 就可以测出是不是属于味觉敏感者 而设计出特殊菜单的实验餐厅 也希望让所有人了解自己的味觉 才能品尝食物堆叠出的美味 TBN新闻综合报导 TBN新闻络合